他单枪匹马 一枪孤勇 只为在娱乐圈这个充满挑战的领域里 做一个好演员 然而 这条路到底有多难 他究竟惹了谁 为何一直备受骂名 在这个流量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世界里 肖战一路披荆斩棘 才能杀出重围 开辟出属于自己的血路 这些年 他真的经历了太多 没有资本背书 没有大佬靠山 没有圈层人脉 他唯有依靠自己内心信守的信念 想要的靠自己争取 不走歪门邪道 一句爆火红利 还没来得及享受 他就遭遇了突如其来的蓄意网爆打压 在那段黑暗的日子里 他用最干净的底子 抵御着来自全网深挖 也挖不出任何黑掉的无奈 他没有被打倒 而是选择了 用三年的沉淀折服 来铸造今日的主流演员名号 他用真金白银的实力 证明了自己就是现实里的大男主 所有的这一切 都是肖战一个人完成的 自我救赎 自我成长 自我强大 自我升华 他所经历的每一步 都充满了艰辛与挑战 说到底 他就只是 想做一个好演员 好好拍戏 好好做自己罢了 可为何这看似简单的愿望 实现起来却如此艰难 果然 就如那句话所说 月亮本身没有错 错的是不容忍他发光的人 借用 陈情令 李金光瑶说的那句 无冤无仇 就能相安无事吗 是的 你不招惹是非 是非也会招惹上你 这些人越是在你背后大放厥词 你就越是要做到 让这些人无话可说 而魏无羡却说 是非在己 毁欲尤人 得失不论 这和肖战的人生哲学 真的不谋而合 如今的肖战 更加果敢 不争不论 拿起法律的武器 动真格的 绝不牵扯 绝不手软 他深知 柔软也要有锋芒 而他真的做到了 也足够有实力可以做到 喜欢肖战的人 更多的是 喜欢他一番风顺时的不卑不亢 低调淡然 喜欢他坠入低谷时的不气不奶 坚韧不拔 喜欢他愁愁不绝时的沉淀学习 喜欢他意气风发时的反扑归真 所以 任何意外事件 只会令更多的人 经不住去考古肖战 也因此而粉上肖战 毕竟 珍宝只会历久弥真 木墙才是人性本能 肖战的魅力 不仅仅在于他的颜值 更在于他的才华和人格魅力 他的演技精湛 能够将每一个角色 演绎得淋漓尽致 让观众们沉浸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 他的歌声动人 如同天籁之音 能够触动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 他的努力和坚持 更是让人敬佩不已 在拍摄过程中 他不怕吃苦 努力钻研角色 力求将每一个细节都做到完美 他的敬业精神 赢得了业内人士的一致好评 除了在演艺事业上的卓越表现 肖战还积极参与公益活动 他用自己的影响力 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送去温暖和希望 他的善良和爱心 让他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榜样 他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 一个人不仅要有才华和成就 还要有一颗关爱他人的心 肖战的故事 是一个关于坚持 勇气和梦想的故事 他用自己的经历 告诉我们 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 不要轻易放弃 要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 他的存在 让我们相信 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地努力 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 在这个充满竞争和挑战的娱乐圈里 肖战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初心 他不被名利所迷惑 不被困难所打倒 他用自己的行动 诠释着 什么是真正的演员 什么是真正的偶像 他的光芒 照亮了无数人的心灵 也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进 肖战 你是我们心中的英雄 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你的故事 将永远激励着我们 让我们 在人生的道路上 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 不断地超越自我 无论未来的路有多艰难 我们都将与你一起 坚定地走下去 因为 你是肖战 那个独一无二的肖战 那个永远值得我们敬佩和喜爱的肖战 最近 肖战在剧组专心拍戏时 却遭遇了一场 令人痛心的咒骂与栽赃 某一人公司举办演唱会后 其部分粉丝 竟然将怒火转嫁到肖战身上 近千人在现场对肖战进行集体 整齐华一的咒骂 这一幕 让肖战的粉丝们 心疼到了极点 大家纷纷摆设时 列证据 希望该艺人能够出来 对粉丝进行引导 让那些骂人的粉丝道歉 然而 令人失望的是 该粉丝群体非但不道歉 还在平台上公开表示 下回会再骂一次 更不可思议的是 他们不但不反思 自己聚重侮辱无辜艺人的违法行为 竟然还颠倒黑白 将货水引到肖战头上 声称是肖战纵容自己的粉丝 到人家的演唱会惹事 甚至扬言要告黑 而这一次 他们确实求告地告了 要知道 肯费精力抢票 和花真金白银去捧场的人 当然都是真正热爱自己偶像的粉丝 不是随便给肖战扣个帽子 就能甩锅的 这件事 甚至惊动了多家海外媒体进行报道 报道内容客观真实 解析了事件背后粉丝运营的内幕 让人不禁倒吸一口冷气 在这种情况下 肖战没有选择沉默 仅仅时隔一天 他就通过律所 发布了维权诉讼的消息 这一举措 不仅是通过法律 维护自己和粉丝的清白 更是给粉丝们 吃了一颗定心丸 他用行动告诉大家 他会把自己保护得很好 让粉丝放心 有细心的网友发现 在该案件简讯中 被诉讼的艺人的两位大粉 已是第二次被肖战起诉 放言整个娱乐圈 这都是极为罕见的情况 正常人在第一次被起诉后 往往会有所收敛 但对于职业黑粉来说 被起诉是其从事这一职业的必要风险投入 因为有公司兜底 所以他们会毫不畏惧 因此 这种变本加厉 以至二进攻的大粉 很容易让人怀疑是否隶属于 所维护艺人公司的职业黑粉 去年已有网友 根据内于公开资料统计发现 在被起诉的粉丝人次 以及起诉其粉丝的艺人人次上 这家艺人都是遥遥领先 这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该艺人所在公司粉运模式 存在重大问题 特别是这场演唱会举办前 为了热读卖票 公司还搞选歌投票活动 鼓动粉丝对立情绪 直至将冲突延续到线下 这无疑是无底线粉运的后果 肖战一直以来都秉持着想要的 靠自己努力争取 不走歪门邪道的原则 这句话适用于所有人 哪怕是上市公司 肖战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诠释着这句话的深刻内涵 他在演艺道路上不断努力 凭借着自己的才华和努力 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成功 他从不靠不正当手段获取利益 而是用自己的实力赢得观众的喜爱和认可 肖战的善良 正直和勇敢 让他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榜样 他在面对恶意攻击时 没有退缩 没有畏惧 而是勇敢地站出来 用法律武器 维护自己的权益 他的这种勇气和担当 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 肖战的才华 也是有目共睹的 他的演技精湛 能够将每一个角色演绎得淋漓尽致 让观众们沉浸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 他的歌声动人 如同天籁之音 能够触动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 他的努力和付出 大家都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 除了在演艺事业上的卓越表现 肖战还积极参与公益活动 他用自己的影响力 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送去温暖和希望 他的善良和爱心 让他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榜样 他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 一个人不仅要有才华和成就 还要有一颗关爱他人的心 在这个充满挑战和诱惑的世界里 肖战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初心 他不被名利所迷惑 不被困难所打倒 他用自己的行动 向世界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他的存在 让我们相信 在这个世界上 还有真正的善良和正义 肖战 他是正义之光 无畏前行 他的故事 激励着我们每一个人 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 我们要像肖战一样 勇敢地站出来 维护自己的权益 我们要相信 正义终将战胜邪恶 善良终将战胜丑恶 让我们一起支持肖战 为他的勇敢和正义点赞 让我们期待 肖战在未来的日子里 继续为我们 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 和精彩的表现 他的光芒 将永远照亮 我们前行的道路 近日在开云集团的财报中 被郑重点名 犹如一颗璀璨的流星 划过天际 瞬间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财报中特别指出 珠宝品牌增长强劲 主要得益于保世龙的推动 保世龙展现出卓越的势头 在2024年前两个季度 实现了双位数增长 这样的成绩 在整个高端珠宝市场中 如同一朵绽放的奇葩 格外引人注目 众所周知 肖战于2023年11月 开始代言保世龙 从那一刻起 仿佛开启了一场 商业奇迹的序幕 此后 销售势头如汹涌的浪潮 一发不可收 许多产品 甚至需要等待半年 才能拿到手 可见其火爆程度 保世龙 这个拥有166年历史的 老牌高奢品牌 能在弱势中 逆势实现双位数增长 肖战的助力 无疑鞠躬至尾 他就像一阵强劲的东风 为保世龙的发展 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 难怪媒体纷纷发问 保世龙逆势增长的 杀手锏是什么 答案显而易见 那当然是肖战 肖战的影响力 如同浩瀚的海洋 广阔而深远 高奢的市场是全球性的 而肖战的影响力 同样也是全球性的 它是近些年东方 崛起的一颗 新药世界的巨星 光芒万丈 璀璨夺目 它的超强商业价值 令整个奢侈品圈 也为之震动 它的出现 仿佛为奢侈品市场 带来了一场革命 让人们看到了 无限的可能 能请到肖战代言 确实就等于 请到了财神言 这句话绝非夸张 而是对肖战商业价值的 精准概括 肖战以他独特的魅力和影响力 吸引着无数消费者的目光 他的粉丝们 不仅是他艺术作品的 忠实追随者 更是他代言品牌的 坚定支持者 他们愿意为了肖战 所代言的品牌付出 因为他们相信肖战的选择 相信他所代表的品质和价值 肖战不仅仅是一个明星 更是一个商业传奇的缔造者 他用自己的努力和才华 在商业领域 书写着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 他的每一个代言 都是对品牌的一次提升和负能 他以自己的形象和声誉 为品牌树立了良好的口碑和形象 在这个竞争激烈的商业世界中 肖战如同一座灯塔 照亮了前行的道路 他的成功 不仅仅是个人的荣耀 更是一种榜样和激励 他告诉我们 只要有才华 有努力 有坚持 就能够在商业的舞台上 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芒 宝石龙与肖战的合作 是一次完美的结合 他们共同创造了商业的奇迹 也为我们展示了品牌与明星合作的无限可能 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 肖战将继续引领商业潮流 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 而宝石龙也将在肖战的助力下 继续书写属于自己的辉煌传奇 在这个充满无限可能的时代 有一个人 如同一束耀眼的光芒 划破天际 照亮了整个世界 他 就是肖战 这位才华横溢的演员和歌手 以其卓越的艺术成就 和独特的人格魅力 在国内外赢得了极高的声誉 肖战的作品 如同璀璨的明珠 在中国国内绽放出绚丽的光彩 而在海外市场 它的影响力同样不可小觑 尤其是在泰国 肖战的魅力 如同一股强大的旋风 席卷了整个国度 他的作品《斗罗大陆》 在泰国主流电视台CH7的播出 可谓是一场视觉与听觉的盛宴 这部剧 不仅创下了华语剧集的最高收视记录 更是在播出期间 多次登上泰国的热搜榜 这一惊人的成就 充分展示了肖战在泰国的超高人气 也让世人见证了 他的作品 在海外市场的强大吸引力 肖战的国际影响力 远不止于泰国 他的另一部经典之作 《陈情令》 在日本的成功播出 如同在异国他乡绽放的绚丽烟花 吸引了无数观众的目光 剧中 肖战以其精湛的演技 将角色演绎得淋漓尽致 让日本的观众们 沉浸在那个充满奇幻与情感的世界中 而《御谷遥》 在泰国的重播 更是再次证明了肖战的国际魅力 这部作品 以其精美的画面 透人心弦的剧情 和肖战出色的表演 深深地打动了泰国观众的心 肖战的作品 犹如一座跨越国界的桥梁 连接了不同国家的人民 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 加深了彼此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肖战的每一部作品 都是他用心血铸就的精品 即使在重重防御之下 他依然能够取得卓越的成就 在海外 不同的文化背景 并没有成为阻碍 好作品依旧展现出 其强大的吸引力 肖战用他的才华和努力 打破了文化的壁垒 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电视剧的魅力 他的作品中 蕴含着深刻的情感 细腻的表演 和对人性的洞察 无论是在亚洲地区 还是更广泛的国际舞台上 都能引起观众的共鸣 肖战不仅在影视作品上 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他在音乐和工艺领域 同样展现出了 非凡的才华和魅力 他的歌曲《同路人》 成功入围年度音乐大奖 这不仅是对他音乐才华的高度认可 更是对他工艺精神的充分肯定 肖战以其温暖的歌声 传递着爱与希望 激励着每一个人勇敢前行 在工艺方面 肖战更是不遗余力 他积极参与各种工艺活动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送去温暖和希望 他的善举 如同冬日里的暖阳 温暖了无数人的心灵 肖战以其在工艺领域的贡献 赢得了正能量偶像的称号 他的故事 激励着每一个人 让我们相信 只要我们愿意 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生活中的英雄 享受这个精彩分成的世界 肖战的国际巨星之路 正在缓缓铺开 他的未来表现 令人充满期待 目前 肖战正在剧组紧张地拍摄新电影 德显景致 想象着他在片场全情投入的模样 我们心中充满了期待 相信不久的将来 这部作品 就会与观众朋友们见面 再次给我们带来一场 视觉与心灵的盛宴 肖战的影响力 无人能挡 岁月的流逝 并未减弱他的光芒 反而使他成为了娱乐圈中 一颗永远璀璨的明星 闪耀在全球的每一个角落 肖战的演艺之路充满了艰辛和挑战 但他始终保持着 对艺术的热爱和对梦想的追求 他用自己的坚持和努力 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 不断攀登着艺术的高峰 他的每一次出现 都能带给观众新的惊喜和感动 无论是在影视作品中 还是在音乐舞台上 肖战都展现出了他的专业素养 和独特魅力 他用细腻的表演 诠释着每一个角色的内心世界 用动人的歌声 传递着情感与力量 他的努力和付出 大家都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 肖战的全球顶流地位 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才华和努力 更因为他那颗始终如一 不断进取的心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娱乐圈 肖战始终保持着 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信念 他不被名利所迷惑 不被困难所打倒 他用自己的实力和魅力 证明了什么是真正的顶流巨星 他的每一个作品 都是他对艺术的执着追求 他的每一次公益行动 都是他对社会的责任担当 他用自己的行动 诠释着一个优秀艺人的价值和意义 我们祝福肖战 愿他在未来的日子里 继续用自己的才华和热情 点亮更多人的心灵 无论世界如何变化 肖战都将是那个 在舞台上熠熠生辉的明星 引领着潮流 影响着世界 肖战的故事还在继续 他的传奇仍在书写 而我们 将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 见证他的每一次辉煌 肖战 你是我们心中的英雄 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你的光芒 将永远照亮 我们前行的道路 让我们一起期待肖战更加精彩的未来 一起为他的梦想加油 肖战再一次成为了娱乐圈和公益圈的双重焦点 就在粉丝们还在为他的影视星座热切期待时 他在公益领域的动向同样令人激动不已 肖战官宣将与黄晓明携手合作 积极加入黄晓明的爱心团队 共同为公益事业贡献力量 这一消息一经公布 便迅速在网络上引发热议和点赞 大家纷纷为肖战的正能量形象和公益精神所感动 作为当今娱乐圈的顶流明星 肖战的每一个举动都会引发广泛关注 然而 这次他与黄晓明的公益合作 似乎在粉丝圈和网友之间掀起了更大的波澜 这支由黄晓明牵头的爱心团队 不仅包含了肖战这样的青年偶像 还汇聚了林志玲 佟丽娅 张天爱 刘浩然 赵露丝等一众明星大咖 每一位成员在娱乐圈中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他们的加入让这支爱心队伍星光意义 更充满了正能量 这一合作的意义不仅在于明星们的联合发声 更在于他们身体力行的践行工艺 肖战一直以来都以正能量偶像著称 这次他与黄晓明的合作 无疑再次印证了这一点 黄晓明的公益团队 以务实和高效著称 致力于将每一笔善款 每一份捐助都落到实处 真正帮助到需要帮助的人 肖战选择加入这样的团队 也体现了他对公益的认真态度 和对社会责任的高度重视 这并不是肖战第一次投身公益事业 作为一个深受粉丝喜爱的明星 肖战一直以来都以自己的实际行动 影响和带动着粉丝们 共同参与公益 早在初到初期 肖战就参与了多项公益活动 从为偏远地区的孩子们 捐赠学习用品 到积极响应救灾募捐 他的每一次行动 都在默默传递着温暖和爱心 除了黄晓明的爱心团队 肖战还多次参与了 韩红发起的爱心慈善项目 韩红一直以来都是娱乐圈内的公益楷模 他所发起的慈善活动 以透明、公开和高效而著称 受到了无数网友的认可和支持 肖战选择参与韩红的慈善项目 不仅是对韩红公益理念的支持 更是对公益事业的高度认可 每一次 肖战都不仅仅是捐款了事 而是积极参与到项目的各个环节中 用行动践行着公益人的身份 对于肖战来说 公益并不是一时的兴起 而是长久以来的坚持与信念 他用自己的影响力 带动了无数粉丝 加入到公益事业中来 无论是小飞侠们的自发捐赠 还是他们组织的各种公益活动 都是在肖战的带动下形成的 可以说 肖战不仅仅是一个公众人物 更是一个让人愿意追随的榜样 他的正能量不仅感染了他的粉丝 更在社会中传递开来 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公益力量 同路人 这首歌在发行之后 就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喜爱 其温暖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 打动了无数听众 而这次掌获国际大奖 更是对肖战音乐才华的高度肯定 能够在国际舞台上 获得如此殊荣 证明了 肖战不仅仅是 在国内拥有庞大的粉丝基础 更在全球范围内拥有强大的影响力 肖战的这次获奖 再次与公益挂钩 同路人所获得的正式公益类奖项 这意味着 这首歌曲不仅在艺术上获得了认可 更在精神内涵和社会意义上 得到了高度评价 肖战通过这首歌传递出的正能量 再一次得到了官方的肯定